很多都喜欢吃水果,因为水果的营养价值很高,但是,不是所有的,都适合吃水果,有胃病的,最好别碰这五种水果。 1. 奇异果可以通便,富含维生素C,被称为水果之王。 但是,医师提醒,奇异果属含性,过时会损伤脾胃的阳气,会产生腹痛,腹泻等症状。 另外,奇异果中所含的大量维生素C和果胶成分,会增加胃酸,加重胃的负担,产生腹痛,泛酸,烧腥等症状,天气寒冷时症状还会加重。 在寒冷的季节里,胃病,脾胃阳虚,患者应当少吃甚至不吃奇异果。 2. 桃子性热胃肝酸,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及钙,零等无基盐,能开胃。 7. 含铁梁菊水果前列。 因桃子含丰富葡萄糖和果糖,甜美多汁,聚生精,润肠,液气血,润肤色等功效。 但是,桃子含有大量大分子物质,胃肠功能弱得或是孩童不易吸收消化,吃多了反而会增加肠胃负担。 3. 鲜枣藻有天然维生素丸支撑,但诸多专家提醒,鲜枣不宜吃太多,否则会伤肠胃。 因为大枣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,一次大量摄入会刺激肠胃,造成胃肠不适。 膳食纤维大部分存在于大枣的枣皮中,而大枣的枣皮薄而坚硬,边缘很锋利,如果胃黏膜刚好有炎症或者溃疡症状,会加重疼痛和不适。 4. 山楂很多觉得山楂开胃,酸甜可口,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。 但脾胃不好的少吃山楂,过量吃山楂有可能导致胃结石。 因为,山楂中果胶和丹宁酸含量高,结触胃酸后容易凝结成不溶于水的沉淀,与食物残渣等胶着在一起形成胃结石,结石可引起胃溃疡,胃出血,甚至未必坏死和穿孔。 5. 番茄 番茄的酸性很高,可能刺激胃产生更多的胃酸。 因此,吃太多番茄会导致泛酸、烧腥等症状。 用番茄做成的番茄酱也如此。 中文字幕提供